就是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 其实我们个个基督徒都会有些软弱的 个个人都会有些软弱的地方 圣灵就是会凡事帮我们的 神是会凡事帮我们的 我们今天在狼话书八章这几节的经文 是五节左右而已 大家看到原来神有这么丰富的恩典 所以看圣经我希望大家都用心慢慢去看 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 狼话书八章又一节开始 放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雪笔出来的叛息 是我们的祷告 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要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祂旨意被照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无弱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首先我们将经文解释一下一次 我们的软弱 我们人都有软弱 烦恼、不开心、罪、觉得无力 或者有些困锁 或者觉得好无出路 无论是什么的软弱 都有圣灵帮助我们 即是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 首先他知道我们的软弱 而他知道之后他就不会踢开我们 他不会看小我们 而是他会愿意帮我们 他有这个能力去帮我们 如果他想帮我们 就帮不到 譬如我们家人可能想帮我们 不过有些地方都帮不到 你的考试他帮不到 你的考试太深了 他不懂得了 但圣灵凡事都帮到 而他帮我们 首先在灵里发出 怎样发出呢 那你说我懂得祈祷 我懂得多谢耶稣 感谢天父 我就懂得祈祷了 人 即是你讲 当然会的 口讲当然会的 心灵懂得感激神呢 心灵懂得和神相通 是人没有这个自然的能力 其实我们信主都不是人做得到 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本性是抗拒神的 即是我们的本性 有些人以为他自己信主 有些字眼缺字信主 其实圣经是没有支持的 所以你发觉我口中 从来没有抉择这个字眼 我都希望大家 不要用这个字眼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说 圣经说 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 死有没有生命 没有 神就叫我们活过来 即是神将一个死了的人 没有灵命的人 将他复活过来 即是得救 就是一个复活的过程 即是本来 我们没有这个数年生命 根本跟神不相通 是神将我们更生 一更生 一开始 我们就释得祷告 我说回得救 是神的工作 不是人的工作 譬如大家 有些在报道会信主 在报道会信主的时候 你就会这样 报道会就是传呼音的聚会 你听到呼音 心里有些想信耶稣 但人就不敢举手 不敢表示 可能台上的人问你 你愿不相信耶稣 但你始终没有表示 但到最后 你已经受不了 有些受不了 就举手信主 我想问中间有几个人 是这样的 有几个人是这样的 有几个人是这样的 这些人不是很多 因为可能 你们不在报道会信主 是个别 有人帮你 那不是报道会 有人个别帮你 你的心都想信 不过你自己就好像不好意思 还有自己有些难了 但是最后 首先我们心想信 后来结果都 好了我信了 有几个是这样的情况 个人帮你的 个人帮你 还有报道会帮你的 有几个是这样的情况 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 譬如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在里面先改了 不过我不敢举手 所以其实不是我决志去信耶稣 是神把我的心改变了 扭转了 然后我信的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没有这个属灵生命 因为神扭转 还有神会给我们这个心 当我信主 我真的这个心很感激神 当时我不懂得祈祷 但是我心 我就会说 真的有神 其实这个已经是一种祈祷 为什么呢 是一种宣告 有神 我已经有自然有反应 就是喜欢神 欢喜神 已经是一种改变 这个已经是圣灵在我里面 教我祈祷 也都为我祈祷 将我生命改变 然后一步步提升 我怎样去进入 就是跟神更加密切的关系 就是说原来呢 其实我们的成长 当我们软弱 神就一路教我们 一路为我们祈祷 在里面呢 用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 就是你 你不知道 就是不是一些说话的 例如我们犯罪觉得不舒服 在里面总是有一种不舒服 是需要找神 觉得需要找神 这就是神那种意念 在里面一路发出 在里面一路搞动我们 直到我们愿意悔改 或者神搞动我们去做一件事 你去祝福那人 你去祝福他 我们可能不愿意 但是一路搞动 一路搞动 就是圣灵一路祈祷 一路祈祷 搞动到我们的心愿意 这就是一种无言的祈祷 在我们的心中 接着就讲到 圣灵的祈祷和天父的关系 监察人心的是谁 神的神 是天父 他晓得圣灵的意思 天父晓得 为何我用天父不是用神呢 因为圣灵都是神的 所以分别是讲到天父 天父是监察人心 他知道人的心 他知道圣灵的意思 他知道圣灵的心意 因为圣灵 他照着神的旨意 替众圣徒祈祷 即是说 原来圣灵 会为我们祈祷 是圣灵 是神给他的旨意 是神的旨意 所以圣灵祈什么 神是知道的 所以就讲到 原来我们神用圣灵 用说不错来探色 其实是天父的旨意 成就 即是 不要担心 不知道是否从天父而来 这个是从天父而来的 即是说 圣父圣与圣灵相通 神就知道圣灵的意思 圣灵又照着神的意思去祈求 是必定是最好的 然后第28节 就是我们知道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 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指引被照的人 就是说 所有的事 无论发生什么事 无论是顺利 不顺利 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都是会帮助我们的 有些人就说 不是 顺利就行 不顺利就觉得不是 但其实 不顺利的事 更加叫我们拔着神 譬如 有些人来释放祈祷 祈祷 他真的觉得松一点 他需要释放这个困索 这种压力 是令到他找耶稣 如果不是有些人 他未必要找耶稣 所以神就使用他的重担 来带他到耶稣 这就是神的工作 就是万事 万事就是凡事 什么事 无论是顺利 不顺利 无论是小事 你追不到车 我试过一次 那时候我还是学生 那时候 就是 钱是不多 我有少少 小钱 因为我有做些part time工 我追到巴士的时候 就跌了五毫子 五毫子 现在来说是 即是没有价值 那时候坐巴士是两毫子 很多巴士都是 那时候应该没有什么分的 没有贵过两毫子 总之坐巴士就是两毫子 我追到的时候 跌了五毫子 那时候我未信耶稣的 那时候我见到他跌了 那巴士就要就走 那我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 撿个五毫子 跟着巴士就走 第二个就是 追个巴士 放弃了五毫子 那当时我就追个巴士 放弃了五毫子 那当时忽然间有个体悟 即是我放手 不要紧的 塞了一些东西不要紧的 即是我可以放低这五毫子 那这个就是我当时的 的意念 即是这件事都对我益处 譬如我曾经以前五六年班的时候 踩个老鼠尾 那我怎知道是老鼠尾 因为我踩完 跟着一声 跟着我就 脚趾被人咬 不是被人 是被动物咬 接着我摸一摸是有血的 但是呢 我又没有告诉别人 我只这样抹了血就算了 因为那里黑了 我看不到那里 即是那里是我们楼下 我们宿舍 住在宿舍楼下那里 但这件事呢 我想回 神就被我看到 我这件事我都保守了 因为如果你当时 惹到什么菌 无论 如果是鼠液 就会死 如果不是鼠液 就算是 老鼠的口 一定有很多菌 你想想 被老鼠咬完 你说 有多少菌 留在你的伤口呢 即根本是没有数损 有多少菌 入了身体 但是呢 神保守我 当时是没事的 我想回 我就多谢神 多谢神的恩典 即我每一次有什么事情 我都会看到 神背后的恩典 每一件事都是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那你还是爱神的那些呢 那些不爱神的那些 那些基督徒 能不能得到呢 因为他跟神有距离 当我们的心里没有感激神 神想祝福 但祝福不了 不是神想 你的心开放 你就会得到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祂子意被召 神是呼召我们的 每一个都得益处 但是爱神的人 是更得到 神的益处 好了 接着说到 神的计划 首先 他预先知道我 懂得我们 个个都懂得 在亿亿亿亿万年之前 在这个世界未有之前 神已经懂得你是谁 广东话那句 有些人说 懂得你是老鼠 但神不是 神不是懂得你是老鼠 神是懂得你是很尊贵的 神要将你提升为尊贵 但可能很多人说 不是啦 我真的特别超级 软弱的 我真的没什么用的 但是神就想我们 脱下这些意念 因为神已经一早知道你 并且 他预先定下效法 他的儿子 即是谁 耶稣的模样 你是要跟着耶稣的样子 活在世上有耶稣的样子 到天堂的时候 就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 即是现在又越来越像耶稣 将来上去天堂更加像耶稣 然后呢 叫他的儿子 耶稣 在许多底中作长子 根据这个经文 耶稣是我们的哪个 大佬 大佬 即是大哥 原来可以有这么亲切的关系 也是我们的新郎 也是我们的大哥 也是我们的神 好 好了 接着呢 预先定下的人 他就召他来了 他呼召他来 然后呼召他来的人呢 又清他们为义 即是 记得吗 我一次说过 他就算为义 称他为义 称他为义 将义仆加在他身上 神呢 即是在神的眼中 像耶稣那样圣结 又称他们为义 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原来在神的计划呢 我们个个都得荣耀 不单止将来 现在都有显出神的荣耀 即是这里呢 是讲出神的计划 多远日都好 神定了 他以先知道的 他就有个计划 你将来愿来似耶稣 然后呢 你就是耶稣的弟弟 妹 然后呢 这些人呢 他就会呼召你来 呼召之后呢 称你为义 你是算为义的 耶稣的义婆在身上的 然后呢 将来得荣耀 这几节经文 有很多很丰富的恩典 如果你活出来呢 你就会很开心的 好了 那我们先看第一节 26节 看者会不会软弱有圣灵帮助 黄色 蓝色字呢 就是神的属性 我们一起读一读 神接力软弱罪人 神想帮助软弱罪人 圣灵能够帮助软弱者 第一就是他接力 即是说人软弱 他不会说看少 人会看少的 甚至基督徒都会说 我不喜欢跟这个基督徒做朋友 我喜欢跟那个做朋友 我看少这个人 但是神是接力任何罪人 神的接力程度真的很高 因为人真的是很多很差的地方 有时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 懂得一些很有问题的基督徒 或者甚至有时 懂得一些不好的传道人 我们绝对不是批判 不过事实上是有这样的情况 也有些是很离谱的 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听过 道是什么呢 有牧师说到圣经是没有神迹的 我听过他说这些道 那时我实习 在神龙院派我去个教会 我去说天道是什么呢 世界末日 你猜牧师说什么呢 我不信的 不过我照样在那里 要实习我要做的事 但是他不信 他自然说到白兵我 但他不信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个牧师 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 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这么多软弱的人 神都用 虽然用的程度不同 有些人神都是用 不过他的教堂 都一样有人信耶稣 不过可能有些人是软弱的 但他总是帮助人信耶稣 当然有些牧师会叛到人的 曾经我认了一个修女 天主教的 他就当我分享到圣灵的工作 他很生气很生气 他说你讲到耶稣 怎样好怎样好 他就呢 原来他的信仰已经是变了什么呢 他就会说 耶稣不是唯一的道路 佛教又可以 什么教又可以 不是一定耶稣的 圣经里面有耶稣的 有神的说话 他就不接受保罗的说话 所以其实真的有很多人 他会叛到人后 有一间大的教堂 请了他教圣经 还说明一定要他请他 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很远的 信仰已经离开了圣经了 那里面是否完全是灵得救呢 我认识过天主教教徒 去到我们教堂 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 他一样有回应 一样会知罪 一样会想耶稣赦免他 即是有时呢 他们听到的道 有时会拿到 就是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有罪 而他会真心信耶稣的 而这一个子妹呢 以前在我们教堂 她是天主教徒来的 那她现在成为了一个牧师的太太 那这个都是神都可以祝福 因为神就是软弱罪人 对不起 神接受软弱罪人 所以希望大家都 就是说我多软弱 神都不要紧 还有有些人软弱也好 神会帮他的 神会帮他的 也有做的错 神都会追讨的 我们都求主要祝福他 神是极度想要祝福 这些人他不肯悔 神才会追讨的 还有神想帮 他接力之外帮 还有他有能力帮 譬如我们有时帮一些人很难帮 但是神会找方法 有很多人很难搞 因为你直接跟他说 他不肯接受 但是神会用这个方法 懂得用这个方法 好了 神做些什么帮我们呢 我们一起读 神让我们知道需要神 神用方法帮助我们 神感动我们接受帮助 神帮助我们改变 事实上 很多方面 我只是说出一部分 首先 神想帮助他 让他知道他有软弱 有些人说 哎呀我很多重担 很多烦 我需要耶稣帮我 他就知道了 我需要 然后呢 神就计划过方法 用一些方法帮他 但是有方法 那人未必跟 他会这样说 这个信息 就是说到我们的软弱 有圣明帮助 我们再读一次 八章又六节下半部 我们本不挑得当证人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 说不出来的碳色 替我们祷告 那这里说的就是 我们不懂得祈祷 但是圣灵会用 说不出来的碳色 在里面 发出他的意念 在里面 替我们祷告 那这里说一句说话 他这个电脑 和我家的电脑不同 我设计 我设计 要教得我五文 圣灵是我们 深了一条虫 那一条虫的意思 这是一个族语 大家知道 是一句说话 意思是什么 我不是你深了一条虫 我怎么知道你的心呢 但是我这里就说 圣灵是我们 深了一条虫 就是他明白我的意思 我不是说圣灵是虫 或者说 这个比喻 圣灵是真的知道你里面 他知道我们里面 在哪里有软弱 在哪里有烦恼 哪里执着 哪里有罪 神知道了 这个是很好 对我们很大安慰 为什么呢 就是说 神一定会帮到我们 他知道了我们的问题 他一定会帮到我们 如果神知道 我们怎么帮到我们 所以第一 他知道了 我们一起读一读 这个就是神的属性 神知道我们软弱之处 神能在里面为我祷告 圣灵能帮助我们的软弱 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到 就是神知道 首先神知道 其实你要发掘 神的属性里面 还有更多 大家不用想想到 很多很多 你想到一些 你就会发挥它 首先知道已经很好 就是说 我什么问题都好 多大都好 神都知道了 那是不是 就是有信心 我无论什么问题 一定得医治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 不行的 哎呀我不会得医治 我不会处理到的 就是 不要这样了 神一定知道 他知道之后 他一定会帮我们 他会在里面为我们祈祷 然后他会帮我们的软弱 他会帮到我们的软弱 好了 下面就是 圣灵做些什么 一起读 圣灵为我们祷告 圣灵能感动我们 圣灵能改变我们 然后呢 圣灵能够将我们整个人改变 我讲一讲 圣灵用说不初来叹色替我们祷告 到底他在哪里祈祷 用说不初来叹色替我们祷告 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心中 我们由这个经文 可不可以达到一个结论 到底圣灵在哪里 来为我们祈祷 圣灵可以好像耶稣 圣经讲到耶稣在天上 天父的右边在为我们祈祷 那这个圣灵到底在天上 即是跟我们远离的 或是在我们心中为我们祷告 心中 凭什么呢 因为他里面有一种 说不初来的叹色 即是一个 发出一个意念 而发出意念 到底在天上 圣灵在那里发出 发出 或是在我们心中发出 即是在心中一路沟通 跟我们沟通 一路跟我们沟通 在这个经文看上来 是更大可能性 是圣灵在里面 一路跟我们沟通 一路将那些意念发出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知序 或是神给我们平安释放 或是安慰或是喜乐 或是感动我们去侍奉 有没有这些感觉 有没有试过这些圣灵的大令 这些就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色 就是他在里面发出 就是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接着他感动我们 改变我们 接着我们走的路 于是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 我在一起读 我就欣赏和回应圣灵的感动 圣灵会那么细心感动我 我就多谢天父 感谢耶稣 感谢圣灵 还有回应了他感动我 我就去做了 大家有没有留 首先我想问大家 有几个人你留意到的 圣灵被你感动 你会留意到有几个 圣灵有几个 有几个 知序 你犯罪觉得不舒服 已经是圣灵的感动了 第二 你会看圣经的时候 咦我没有做这件事 另外 就是你听到的时候 听到咦原来是这样的 于是你就回应了 或者神感动你帮某个人 有试过这些感动 有的 这些都是圣灵的感动 这些就是神的声音了 OK 你有的时候 即是圣灵在里面 发出这个 说不出来的探色 一路感动我们 接着我问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 通常你是快 还是慢回应呢 这个问题呢 比较挑战性 有几个是比较快的 请你举手 就是你比较快的 就是你比较快的 圣灵提醒你 你就会快处理的了 你就不会等很久的 举手有几个是这样的 那我们可以怎样的 快点回应 那我想问大家 是不是回应神更加好 是的 所以我们就更快回应神 就不要等久 因为越等久 所有有不好的事情 都有破坏性 我们的情绪 我们不遥处人 我们的重担背着 全部都不好的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 那么辛苦呢 很多人就想着这样 很辛苦 你帮了我 我就搞定 只想着 你帮了我 就搞定 但是神不是想我们 神是想我们 感动我们 接着我们是 给了耶稣做话事 整个生命 给了耶稣 耶稣话事 这样的时候 神就改变了我们 不是只说 神你 很多人就说 我现在有烦恼 神医我 医我 没有了烦恼 就以为就是这样 神不是想我们就是这样 想我们将主权给耶稣 你现在烦恼就会走 其实我们所有烦恼是什么呢 捉紧人 捉紧世界 捉紧一些不好的事情 捉紧 捉紧的时候 就不放手 但是你说 神我跟着你 感动什么 我就交给你 在我心中 我已经决定了 无论神感动我做什么 甚至是要殉道 或者要做任何事情 很困难的 神感动我做 我就会做 神感动我 也算做一些 没面子的事 我都会照做 任何事情 神感动我 我已经一早决定了 我不是等到当时才决定的 我是已经决定了 在当时来说 我立刻就说 神你教我怎么做 好了 到底他用说不出来的碳诗 有些什么呢 他会感动我们 这些就是说不出来的碳诗 一起读 知序 跟从神 平安 喜乐 安慰 力量 爱神 修理 今生 事奉 方向 啟示 就是什么呢 叫我们知序 又跟从神 又平安 喜乐 又安慰 有力量 我们会回应神 爱神 修理我们的生命 生命会更新改变 又会去侍奉 又会给我们方向 又会启示我们 次人智慧 和启示的灵 在我们里面 于是我们如何回应 在一起读 我就欣赏和回应 圣灵的感动 圣灵 不断为我们祈祷 我们就回应神 所以下一次 当你有些意念感 如何 感谢神 神提我 我试过很多次 除了这些圣灵 例如侍奉这些方向 我发觉有时 有些小事都神会提我的 忘记了带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有试过 忘记了带 忽然间 咦 没有带到 然后呢 还有时间回转 圣灵的提醒 有时真的无名不至 好了 二十七节一节图 监察人生的 了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 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那这里讲到 就是一个交流 用这个图 大家看这个图 一二三四 看到吗 一是什么呢 神 监察 然后呢 第二 圣灵 天父曉得圣灵的意思 第三 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祈求 第四 就是圣灵都为我们祈求 我们一起看经文 我画了这个图 看到这个交流 就是说 监察人心的神 他看到了 第一 他看到你的心是怎样的 看到你的心 我想问大家 你的心 有多少是被神掌管呢 有多少是污蔚的呢 有多少是神喜悦的呢 神会说 我拍掌叫住 神说 真的好了 你是这样的 就是监察人心 他看到我们的心 所以不能走鸡的 但很多人就以为可以走鸡 可不可以走鸡啊 不可以的 我希望大家会深信 我做什么 我想什么 想什么 一想神已经知道了 当你一见到异性 然后 这个 就是 我很想追他 我想得到他 的时候 神已经知道 那我不是说 这个一定是错的 神有时候给你这个意念 但有时候不是属于他的 你立刻 留意圣灵的感动 他监察你的心 然后呢 他晓得圣灵的意思 第二 他知道圣灵的 而圣灵呢 照着神的旨意 替我们祈求 就替我们祈求 这里 就是为我们祈求 原来呢 天父和圣灵之间 和我们之间 是有个这样的铁三角 有个铁三角 就是呢 撞不脱的 不会脱的 那怎样不脱呢 他就知道我们的心 他就喜悦我们所有对神的心 他就知道了 然后呢 他就知道圣灵 圣灵呢 又会照着神的心意祈求 那就是为我们祈求 原来呢 天父 圣父 圣灵 圣灵是坚决 决定一个事 就是祝福我们 总是察验我们 跟着帮我们 圣灵就会照着神的心意 为我们祈求 那有些人说 牧师啊 我怎样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啊 我和这个人拍拖是神的心意啊 我去哪里侍奉做工 是神的心意啊 那你有信心吗 神已经知道 哪个是最好的心意 什么计划最好 那很多人就说 神有的心就在那里 就是 但是神想选给我的人 比较 那些很熟灵的 我不要那一只 我要那些 世界那些很化妆的那些人 有时人会这样 这个呢 够帅子啊 这个 这个 神那些给的那些 没那么帅子的 其实神可以给很帅子的 神可以给最好的 但我们总是觉得 神给的那些 不是最好的 我想用我的方法 那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觉得 我们可以比神了 但是其实 希望大家都深信 神的方向最好 一起说 神的方向最好的 神是我预备的最好的 神是我预备的最好的 所以我就 决意跟着神 大家会不会在这一阵里 神啊我以后就决意跟着你 你感动我吗 我立刻做 会不会啊 会啊 你一齐宣告 神啊我决意跟着你了 神啊我决意跟着你了 你怎样感动我 我就听了你话 因为你的子是最好的 那我希望大家你决意了 你就以后你会向着方向来 这个是铁三角 好了下面 既然有这个铁三角 我们怎样回应呢 一起读 欣赏神的细心内心 留意圣灵的意义 遵从圣灵的意义 神真是好 圣灵会知道我的心 神会知道我的心 又为我祈祷 祂知道我的心 祂不是放弃我 祂是不断为我祈祷 那你就留意了 大家留意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留意 圣灵的声音有多频密 不是未必有 真的耳朵听到声音 不未必是真的 弹个字出来 就是要意念走出来 因为意念出来是什么呢 悔改 你听我的话 圣经这样说 尤其是看圣经 神是会给你很多意念的 你就会有个意念 我这样做 或者听到的时候 你忽然间灯一声 咦 有点亮光 应该这样做 那你就欣赏了 大家会不会欣赏呢 我刻意欣赏 神所有做事我都喜欢的 因为我经常觉得 神是好好 好好心 好细心 好细心 好耐心 好接纳我们 来帮我们 神是好好的 当我心经常这样想的时候 我自然就会很欣赏神的 细心和耐心 要留意了 留意有些什么意念 接着我就会遵从圣灵给我的意念 好了 接着第28节到 我们觉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我爱神的人得记住 就是按他指以鼻子的人 好了 有两边 一边是困难 一边是顺利 困难是怎样呢 可能是什么困难呢 被人骂 被人误会 被人利用 被人诬告 大家有没有预见过这些东西 被人罵 被人误会 被人利用 被人诬告 无论什么都好 这些困难 好了 但是圣经告诉我 就是怎样呢 神会做功 以至在一切困难租 我们得记住 又是顺利 你什么顺利呢 升职 有成功的恋爱 合乎神心意 有果效 工作有果效 或者在很多事上成功 这些都是好的 但这些好东西 是不是一定有好的效果呢 有时不是一定的 有时那些人有恋爱 他就忘记了神 他会小祈祷 有些人就会这样 有果效 他就开始骄傲了 为什么人 这么容易有反面的效果 明明好事 会有反面的效果 大家有试过 当你相信你的时候 可能你又会忘记神 或者你会 好像将神放下 这就是人的问题 但是神就会使用这些事 叫我们得益处 再负责我们 有没有数算神的恩典 我自己是经常数算的 感谢神 感谢神 神是经常做好事的 经常帮助我们的 虽然一样有困难 我一样有这些经历 但是我就感谢神 在这个过程中 神会为我出路 和给我方法 所以我希望大家相信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 人得益处 你愿爱神 什么事都会得益处 人能够害到我们 不用怕人害到我们 好了 即是说 神有什么属性呢 一起度 神掌管万事 神想祝福人 神能透过万事 叫人得益处 第一 就是祂掌管一切 我想问大家 你能不能掌管你前面的路 你预见什么人 那些人有多好 我们掌管不了 神掌管到 神掌管到 都是想祝福 然后祂能够在万事中做功 就是神的工作 我们眼睛就看不到 你可以这样想像 好像有些隐形 我用一个形容词 隐形的神的能力 进入那些事情里面 一路搞动搞动搞动 而来到 还有搞动我们的心 祂在这些事情中做功 就是祂的能力 不断地发出 在事情上祝福 在我们的生命中祝福 然后带领我们方向 带领我们向前去 就是这句话 我自己很感激的 为什么呢 就是神 无论什么发生 祂都可以在里面做功 和在我们里面做功 对我们的益主 我希望大家 就有信心 什么事都不用怕 就是我们的反应 绿色就是我们的反应 不用怕任何事 任何困难中都放心 将危机转为转机 就是什么事都不怕 你发觉有怕 就是说你不相信这件事 你想想想 我想问大家 你想想想 有没有些事情是怕的 你有没有些事情是怕的 在你身上发生的 或者发生了 你会觉得很惨的 那些 你可不可以 相信神掌管和这些事 一定带给我们祝福呢 我们不需要怕 找出怕的原因去处理 然后呢 什么困难都放心 对神放心 所以我可以放轻松 将危机转为转机 就是怎么样呢 明明被人害 更加得力 更加赞给神 倚靠神 于是自己从神得力 于是以后有人害你 都不会当一回事 这个呢 很高招 对不对 就是本来 事情和人是攻击我们的 对我们不利的 但是我将它转为转机 也都我成这个机会 可以祝福那个人 那个人本来是害我的 但是我回回头 可以祝福他的 这个呢 真是一个很高招的一步 希望大家会向着这个方向去 好了 这里是一个图画 被人指控 下面呢 就是被迫白的教会 这里 大家看到了 我不说出来 这个地区的迫白的基督徒 但是我们可以成为 这个呢 就是被人嘲笑的 可以成为 一个强壮的基督徒 并且是得益处的 好了 由最后的两节 一起读一下 因为他与先所知道的人 就与先定下下 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 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与先所定下的人 又召他们话 所召的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称他们得荣耀 那这里呢 我们看到几样东西了 第一 预先知道 认得我们 一早就认得我们了 然后呢 就定下 效法他的儿子 他的模样 他的样式 然后呢 在弟兄中 耶稣就做长子 预先定下的人 他就召来 召来的人 称为义 又得荣耀 就是这个全套的计划 我们未曾出生 这个世界未有 在这些万年之前 神已经知道了 然后呢 他定了个计划 如何祝福我们 提升我们 然后呢 我们又可以成为耶稣的弟妹 所以神一定照顾我们了 他会召我们 呼召我们 称为义 然后叫我们得荣耀 一步步提升 整个生命提升 我们用图来表示 预先知道 这个图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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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母覆中的胎儿 但其实 不是胎儿 神已经知道了 然后呢 定下 叫我们效法耶稣 然后我们是被耶稣所爱的 他的弟妹 然后他就呼召我们 救我们 救回 好像这个 牧羊人 救回那只羊 有人唱我们的传夫 那样 然后称我们为义 然后我们得荣耀 在今世和来生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神的计划是最好的 他包括了 里面所有的细节 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决议 我将我的生命给耶稣 我走完神的路 既然神的心意那么好 我用回我们的一幅照 这个就是 Kat受洗的时候的照片 好了 神预先定下 云云万年前 已经定下了 当日Kat会受洗的 Kat如何生命提升 神如何医治祝福 然后 然后 那些云万年 但是 我们去到得荣耀是多久之后 几十年之后 几十年之后 是吧 除非我们这里 有些超级长命的人 如果不是 我们都是几十年之后 就会去到那里 是吧 很好 如果对比之下 其实很快 是吧 那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就不会说 世上的路很辛苦很长 你是说 我有神的利路 我珍惜这个时间 好了 既然这样的时候 我们怎么回应呢 一起读了 珍惜神恩 有主义婆 有基督徒所行的义 预备迎见主的荣耀 就是说 我珍惜神的恩典 是他这样简算我 和一条这么好的路 然后 耶稣的义婆 遮盖我所有的罪 我什么罪都不 神都赦免了 还有将他义婆 加在身上 然后我们有基督徒所行的义 我们曾经说过这个 基督徒所行的义 将来神明基念 然后 预备好见耶稣 你预备好什么呢 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你是 神称赞你 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因为神说 很多脱漏啊 你 很多东西 我感动到你很多次了 你始终脱漏啊 很多人 譬如我曾经说过 这个黄泉道去天堂 看到其中一个人 他在神面前有个天平 很大的天平 然后神就给他看 一边是神的恩典 这一边是他的作为 当一称的时候 哇 神的恩典很重 他的作为很轻 因为这个人 是很软弱很软弱 但是呢 天使就说 天使说什么呢 按照你所行的 你不可以在这里居住 但是神就说 我恩典救他用 他可以留下 他是很经验的 然后他见到黄泉道 他怎么跟他说呢 因为黄泉道常常上天堂 他跟神很密切关系 那么呢 那个人就跟黄泉道说 你回去告诉我太太 你几带 真的要多些祈祷 和多些侍奉 就是 叫他跟他的太太说 和他说多一句 你的妈妈其实很欣赏你的 因为他知道 黄泉道以为他妈妈 不是那么欣赏他 其实他没有跟你说 但他经常跟我们两个说 他两夫妻 经常跟他说 他说我怎么欣赏你 你怎么喜欢你 你又读到大学 他妈妈很欣赏 但他又没有跟他说 跟着他回来 他就问 这个弟兄的太太 我妈妈是不是有这样说过 和把这句话说给他 他说 是呀 你妈妈整天都赞你的 又跟着呢 又去问他妈妈 我就去摄录了 就是我三个家庭 都是他上天堂所见到的情况 就让我们知道真是天堂很真实 在我来说 我知道这些是真实 我希望大家都深信这些是真实的 就真的预备好几十年之后 我们就去见耶稣了 我们做好 我们应该做的 那我们总结今天讲了些什么呢 我们一起读一下 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 圣灵用碳色代求 圣灵照神的意思代求 天父知道圣灵的意思 神叫万事对我们有益处 如知定下无恙 长子召来 称为义得荣耀 这里一个很简单的图 将这几节的大纲讲出来 第一就是我们的软弱 神会帮我们的 神一定帮 神不会撇气 神不会放下我们 神会接纳我们 又会提升 一定帮到 只要你给耶稣帮就行了 无论你软弱到怎样 我说一次 跟隔壁都说 无论你软弱到怎样 神都一定帮到你 神一定帮到你 神一定帮到的 第二 他不断用那些 他的无言的碳色 为你祷告 那你就留意了 留意这些碳色 跟着你回应神 又感激神 神在我里面做着 跟着呢 我们就 照着圣灵 照着神的意思代求 他的祈祷 不是随意的 他是跟着神的意思 天父的意思 天父又知道圣灵的意思 所以他里面是相交的 天父圣灵和人 可以相通的 然后呢 所有的事 他都叫我们得以存 什么事发生 顺利不顺利 他有个完整计划 他预知了之后 他定下那个模样 根据耶稣 然后呢 他就是我们的长子 我们是他的弟妹 我们呢 他就是照我们来 称我们为义 我们得为义 是不是一个非常好 完整的计划 大家有没有看回你的生命 觉得神的完整计划很好 有没有看到 有几个看到的 神在你以往所做的事 如何显出他的完整计划 大家一举手看看 你还想再进入更多 其实你以往得到的帮助 无论有多少多少 有些说很少 那我们要审判 到底是我们 有没有给耶稣帮 自己没有给耶稣帮 那便帮助少了 你越给耶稣帮便越大 是不是 那我自己真的很愿意 给耶稣帮 我真的发觉是 很多很多帮助 是无论哪一方面 无论是 处理内心 处理人的问题 还有得到人的一起配合 配合你的事奉 还有机会 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看到神预备的路 是好得不得了的 我们一起起身祈祷 由神来感动我们 真的 神啊 你的计划这么好 天父我们多谢你 神啊 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我本软弱 主刚强 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我们总有我们的软弱地方 但是神你没有撇离我们 你关心我们 神就是一位关心的神 神有知道我们 险几软弱 神有计划帮我们 神有能力帮我们 神有入我们的心 去感动我们 去帮我们 神有把事情去安排和改变 来帮助我们 神啊你真好 神啊你所预备的 为我们所预备的 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过 你所做的一切的事 都是叫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一串 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 求你帮我们有信心 神要相信 神在爱着我们 神在祝福着我们 神在提升我们 神一定一步一步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走在神的路 主求你帮我们 每一个都愿意 我们愿意真是承认我们的软弱 愿意回应圣灵的声音 愿意感激神 欢喜神 喜欢神 我们整个生命就未提升 我们当中有谁 你说神啊 我真的愿意从今以后 我不再用自己的方法 同事为人 因为我们人的方法是没有把握 也都是违反神的心意 但是神的心意是最好的 如果你是有这个心意 神啊我让你作主作王的 你可以向神举手 神啊我愿意 你自己向神说 神啊我愿意 在我眼前有什么要改的 你向神去说 这件事你愿意改的 你就向神去说 神啊我愿意在这件事上 改变 信服你 听你的话 并且给神去使用 去祝福别人 去侍奉主 是哪一样的事 你说出来 具体 你自己向神去说 你自己向神去说 或者遥述某个人 对某些人放手 更加专心的爱神 主多谢赞人 感谢赞人 求主诗恩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在这时候我们又预备 我们的心领受圣参 我们自己省察内心 我们省察我们的内心 我们有什么地方 是让自己做华士的 我们有什么地方 是自己掌管自己的路 以为靠自己可以碰的 求主耶稣 在这一阵帮我们 省察我们的内心 求主耶稣 在这阵帮我们 帮助我们 在这阵帮我们的内心 求主耶稣 神啊 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帮我们 省察我们的内心 签正我们的心理 让我们走在神 这个最完美的计划 因为你的计划是最好 是铺排得最好 因为神你知道这些事情,你能够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异得益处 在所有事上你都能够做工,在所有事上你能够使用我们,祝福我们,改变我们,提升我们 耶稣我们多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多谢赞美你 求主私恩祝福年文,求主耶稣你私恩祝福年文 求主耶稣,赐给我们信心,走神的路是最好的,走神的路最有担保 而且你一定会加力量给我们,你已经有了安排的 多谢天父,感谢天父 求主真的感动我们,决意走神的路,不要走一半 全心全意,决意走神的路,多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